这是我们整个方舱医院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完成了历史阶段的任务 所以今天是应该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整个全市的方舱医院救治了医院三千人患者 知道了非常好的作用 绝大部分患者都已经康复了 部分患者转到定改医院 应该说他完成了历史神明 全市的所有方舱医院今天下午全部关闭 我们是最后一个来关闭的 我们方舱医院最大的经营都是轻症跟普通性的患者 我们治疗的指标 重点的主要指标 不让他转成重症的 不转成重症的 应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个病人可以得到精神的救治 节省大量的医药资源 第二能保重命 重症的就是没钱 重症的一顿就要死亡 所以他不往看了主要是最好的胜利 第二个在缩短时间 关键是方舱医院这种模式 让患者从被动治疗到主动介入 医药关键非常协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